好久没见过这么繁华的街道 虽然也没离开出去 但是真的觉得 百姓这么亮啊 繁华 庄严 美丽 您二位是来北京出差啊 多蜜蜜 新婚哪 一看您二位啊 就是天生一转 恭喜了啊 谢谢 谢谢 想到去哪儿玩了吗 没呢 你有推荐的吗 北京作为首都 能玩的地方太多了 全关系您都知道 想什么故宫 鸟巢 还有这个三里屯 您清晨啊 可以去天能广场 看看生活棋 下午呢登八蛋成城 晚上啊带您爱人 去咱们午餐吃小吃 能玩的地方太多了 看您二位想玩什么的是不是 好 一会儿啊回酒店查一下 对了 您二位住那酒店啊 他出去就是底街口 去哪儿都方便 洪豆 嗯 到酒店了 我还是第一次 从这个角度看见酒店 工作了这么久 没看过她全貌 我倒是经过了很多次 就从来没走进去过 就从来没走进去过 别看了 走吧 在你入住 来 双好 许经理 许经理 好久不见 你们怎么样 我们老样子 你呢 你现在在哪家酒店 没去哪家酒店 在云南筹备一家民宿 这也太好了吧 难怪你辞职呢 你这金气神看着都不一样了 是吗 二位是一起的吗 一起的 这我男朋友 您好 你们好 房间是我名字预定的 谢之遥 好的 许经理的男朋友啊 这就给你们办理 早点去休息 这房间不错啊 你别一进来就躺下 这衣服多脏啊 快去洗澡把它换下来 来 都得洗 拿去出租屋洗酒店 洗多贵呀 你怎么这么抠啊 屋子都被水泡了 住都没法住 还洗什么衣服呀 快去洗澡 听话 好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去 洗澡啊 也好 这会吧 我 真的 我去洗澡我 我去洗澡 我去洗澡 我剥洗澡 我去洗澡 我去洗澡 你洗澡 何十日子 我得洗澡 我去洗澡 我洗澡 就比较容易着凉了 好 晓风大 明天 上去 晓风暗 天 遥一刀 命 也 灵 鸭 好 二十一点 我再睡一会儿 这看着还可以啊 没我想那么糟糕 房东已经收拾过了 我主要就是一些衣服呀 书啊 电器什么的 我看能卖的卖一卖 能扔就扔了吧 行 那开始吧 你有交代吗 有 幸好我陪你来了 你说你一个人 这要收到什么时候去 再说了 你一个人回来啊 我是真不放心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来北京是一个人 这走的时候还是一个人 孤单单的多可怜啊 你别脑补过度了啊 我这次回来感觉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可能是心境变了吧 我不再向这个城市索取什么了 彼此都松了口气 反正觉得有更多可能性 你这以后啊 越做越好了 来北京郊区 长城边上也开一家民宿 我之前去山里的村子里看 还是挺原生态的 那村民啊 烧柴火 拿山里的石头盖房子 你想啊 这周末的时候 开车两三个小时 暂时远离一下现在的生活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回馈生活的本质 挺符合你们的理念的 是挺好的 我跟你说啊 这个北方的山里面 就是四季分明 四季的风景都不一样 你想想看 冬天下大雪的时候 屋里生着柴火 窗外飘着雪花 多美啊 想想就很美 嗯 我跟你说啊 你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我到时候要是做强做大了 我肯定要到处跑的 你什么表情啊 我同意啊 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其实 我和阿奶攒了很多的钱 给我做媳妇本 这些钱都可以用来买机票的 吓死了 我是认真的 当时你说你要回北京啊 我就想着每周 飞过来一趟看你呗 你就嘴上说啊 你哪有时间 挤呗 人想要什么 总得花时间 精力 和长途跋涉的辛苦吧 天上有馅饼 我也不敢接啊 是 你等我一下吧 先生你好 我是这家酒店的前餐经理许红豆 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吗 你不想要做什么 我说你能够做什么 你能够做什么 你能够做什么 这就是你平常上班穿的衣服 今天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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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你走近那我看看 好看 好看 这名客人 至楊眼中 要今天的白甜 您和答应 您可以 efficiently 每个人 ayudar 大概十二一次 真好看 这一年 你要对我 我会逐一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